大家好 我是田园 之前我做过一款花生年糕 非常受欢迎 那我今年要做红豆年糕 同样很好吃 需要一杯的红豆 用水浸泡 6-8个小时 这样煮起来会容易很多 也节省能源 泡好的红豆 放到锅里 再加400毫升的水 烧开 用中火煮10分钟 加盖 转小火 一直煮到红豆熟透 水分煮干 大约40分钟左右 煮好的红豆 放到不沾锅 炒成豆沙 中间我会放3汤匙的猪油 如果你不喜欢猪油 你可以用普通的菜油 油和豆沙 翻炒完以后 豆沙的口感会变得非常好 这个豆沙不需要炒得那么细腻 留一些红豆的颗粒也不错 我凉了一下 这里的豆沙一共有两杯半 所以我也要准备两杯半的粉 我这里准备了糯米粉 和粘米粉 这个粉我主要用到的是糯米粉 两杯的量 再加半杯的粘米粉 让这个年糕不至于太软 如果你喜欢吃软的口感 可以全部用糯米粉 现在放上切碎的红枣 还有烤熟的 同样切碎的核桃 中糖 你可以用中国的红糖 把它们拌匀 现在碗里面加水 大约200毫升 但是你不要一次都加完 要慢慢的加 因为粉的吸水性可能不同 总之要揉到视频显示的软硬度 下面要准备一个7寸的煮蒸笼 铺上芭蕉叶 这个在华人超市冰冻柜里可以买得到 或者其他叶子都行 现在把这个糯米团放进去 轻轻地按平 再放一个红枣 表示吉利 加盖 放到滚水的锅里面 去蒸 40-50分钟 蒸好以后 可以用筷子测试一下 中间没有生的粉存在 就可以了 取出来以后 一定要彻底放凉 再来切就比较好切 也不会粘在刀上面 这个红豆年糕呢 口感不会粘牙 沙沙的 非常好吃 而且里面材料非常的丰富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记得给田园点个赞 有任何问题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下次再见